来看到第八届白石民歌乐府民歌演唱会 在列治文飞沙井教会举行 有近三十九经典民歌 透过重新编曲注入新意 让台下大约五百位观众 通通跟着哼唱追忆似水年华 在列治文飞沙井教堂举行的 第八届白石民歌乐府民歌演唱会 主持人邵魏华戴着墨镜俏皮开场 逗得坐在台下的 驻温哥华办事处副处长刘汉清 温哥华乔教中心筹备处主任杨修伟 以及乔包笑开怀 演唱会正式开始后 五位穿着衬衫和牛子裤的大叔 一字排开 魂厚的歌声加上娴熟的吉他功力 带来小草七月梁山 以及季节语经典歌曲 男生唱完后 再来是女生的轻柔嗓音 由李信基 林奇 许慧淑等人 也是吉他自弹自唱 包括想你 以及相知相守 林全如 夫婿 周达雄 以及Alex周浩宇 加上庆家的钢琴伴奏 演出假雨天的周末 由小李健妇称号的Chris 演唱旷野剂情 搭配小提琴 以及吉他伴奏 也令人印象深刻 既然是民歌 就一定得听闪亮的日子 愿你会记得 永远已记得 我们曾经拥有 闪亮的日子 由Jerry Alex Gilbert 还有Andy 四位年轻人组成的 加嘎 把张三的歌 等四首名歌 重新编曲 掳获全场的心 也为民歌传承 做了最佳典范 近三十首 民歌 透过重新编曲 约五百位观众 听着一首首 耳熟能详的旋律 沉醉在追忆 似水年华 怀旧时光 太棒了 他们的付出投入 我希望有教育 我也能到台上去 不是光当志工 对 我们自己今年 还有做了一些 编曲的工作 除了以往的话 只有年轻人的部分 他们做了很多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来诠释 现在的音乐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 校园民歌 还没有现在的方式 来诠释 但是现在呢 包括我们自己 其他的歌曲 我们也尝试着 做一些编曲 他们有很多 对他们音乐上的 一些理解 或者他们的想法 他们都把它带入 到我们的歌曲当中 所以每年 他们都会做一些突破 然后都会让我们 很惊喜 这样子 七年前 白石民歌乐府 开始与白石中文学校 合办 滚滚白石 悠悠民歌 年度演唱会 马上获得 当地侨胞 热烈回响 去年 校园民歌 运动四十周年 演唱会场地 遗失聂志文 阵容和规模 更上层楼 演唱者 传唱经典之外 也力求 创新突破 今年干脆 自己动手编曲 观众一致叫好 最后演唱者 共同上台 演唱 明天会更好 为这场民歌演唱会 画下句点 台湾红烈士 李中恩 加拿大乌克华 还访不懂